好 我们大家先请合档 南谋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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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把这个记到家阿弥陀佛 我们看课本152页 运香印170经 看到数123456 从第七章开始看好了 佛告比丘 四大音四大元四明色音 所以者诸所有色音 以一切西皆四大元四大照顾 好 那么这个是从两个方面来讲 一个是从身体 色法来讲 那么色法是四大及四大所照色 那么这个是色音 那么五音 那么五受音 这个音是指 要讲这个身体 色音 那么色音是怎么来的 那么当然就是四大地水余佛风 那么所造的 所形成的 好 处音处缘 生受想行 世故名受想行音 好 那么从精神的这一部分 那么它分两个阶段解释 分三个解释 一个是色 一个是受想行 一个是识 那么色是四大及四大所照 那么受想行 这个我们叫做心所 那么就是以一切处为原 那么处就是跟尘式和合身处 那么这是一切处 言而彼舍色力 对色身相会触法 那么引发 所谓的受想行 那一般我们叫做受想师 那么 所以这个叫做 明色音 明色源 不是 这个是一切处源 那么明色音 明色源 名为四音 那么一般四是怎么来的 根尘和合身处 那么根尘式和合 那一般来讲 就是根尘和合身四 那么根尘式和合身处 那它这里的四音 基本上是明色音 明色源 那基本上 就是所谓的 色受想行 为音 那么有四 那么 对这个所谓的明色 这个我们稍微讲一下 它这里分三个解释 就是五音 这里叫做五受音 五音 那五音 色受想行是 色 那它先解释这个 是四大及四大所造 四大 四大所造 那么受想行 一切处源 就是因 缘就是因 因一切处 因四大 这四大所形成 一切处所形成 才有这个 那一切处的处 一切就是 颜耳鼻舌身 对色身相畏处 这一切吧 颜耳鼻舌身 颜耳 鼻舌身意 对色身相畏处 异对法 身对处 蛇对胃 鼻对舌 那么这个就是一切处 那么眼色所生处 耳身所生处 这是六处 一般叫做六处 一般叫做六处 那么这个是根尘式 那么再加上式 根尘式 这个是根 这个是成 然后根尘式 还要四 还要六四 那么根尘何何生式 那么根尘式何何生处 那么处句受想师 就受想形 基本上是这样 一般经典里面是 根尘何何生式 那并不是说 事是由根尘生出来的 而是当我们的感官 面对这个境界的时候 我们的意识 就会起分别 那意识起分别之后 就会产生受想师 基本上是这样 那并不是有根有尘 就一定会有事 而不是这样 而是说 即使 即使 这个 一般我们说 我们没有看到的时候 当然还有意根跟法尘 那通常是 这个事在意根 在根跟尘上 事在根上 了别这个境界 比如说这个事 在眼根上了别境界 我们就叫做眼事 在耳根上了别 这个声音 我们就叫做耳事 是这样子的 好 那么第三个这个事 它是说明色 明色源 那么色就是这个 那当然 这个也都是色 这个都是色 那么这个都是色 这个都是色 那明 明就是心 心所 那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 明跟色 受想行 那么这个明 这个明 是受想行 那么有些 也解释着受想行 是都是明 那这个是 是明色源 是元明色 明色源次 基本上就是讲这样 是元明色 明色源次 那么 是要依明色 它才能显作用 那明色要有是 它才能增长 它也才有作用 那么明色没有是 这个身体就叫做尸体 那是没有明色 它没有办法 透过感官去了知境界 它没有作用 不能生起作用 那明色都不动 那么它 它的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发挥作用 没有办法了知 那么所以 这个受想行 这个是明 这个是 就是身 就是我们的色 这个就是色 所以色受想行 是 这个就是五月 那么这里的 那所以 这个叫做四四柱 四四柱不是四个四 是四种 四一之而住的 四所一的 明色是 这四个 色受想行 这四个 这四个 四个是这四个 是四所一住的 四所住的 那基本上是这样 那这里就分三个 三个地方来讲 一般我们 如果简单讲 这个是心 这个是心手 这个是身体 身心 这个是身心结构 心里面有分心心手 大概是这样 然后这样来分析五蕴 那阿含君常见的就是 跟尘和合生事 跟尘和合生事 跟是六根 尘是六成 那么和合生事 那这个意思并不是说 有根有尘 就会有事 不一定 它是说 事是依着跟尘 而起了别的 依眼根了别色法 依耳根了别生法 是这样 那么根尘是 和合生处 那眼是所生处 耳是所生处 那么这个是 所谓的六路处 那么这个就是六路处 六路处 那么这个处 处之后 那么有所谓的受想师 处聚受想师 聚生受想师 通常 这个是引发心理作用 那心理作用 基本上就有所谓的受想师 这三个叫做心理作用 那师是行心所 主要 行心所里面 主要就是师心所 那心所有非常多 后来发展到一百多个 非常多的心所 善的 恶的 无忌的 有肉的 无肉的 非常地多 那通常阿兰经里面 其实就讲三个而已 受想师 那么受很简单 苦受热受 不苦不热受 想 种种想 其实这就是情感作用 我们说知情欲 那么这个行 其他的主要 不在受心所 跟想心所里面的 不在受心所 跟想心所里面的 通通归到行心所里面 所以这个行心所算是 除了受跟想之外 一切的心理作用 都在行心所里面 那么行心所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 私心所 那么私心所 有所谓的 审律决定动发 这个私心所 最主要的是 私心所 那么私心所 有所谓的 审律决定动发 那他会造作业 审律 审律师 就是对于 所有进来的这些 这些 这些东西 在内心里面 形成一种作用 那么开始 产生神律 决定 所以它是意志作用 它是一种意志作用 那么动发 动发就动发身口 动发就动发身口 动发身口就造作 生业 口业 合起来就是 身口一业 所以 无名言行 有时候讲业 这个 一业轮回 一这个行 有时候讲业 叫行业 行业 因为行就是造作 那么造作就分 想要造作 造作前 一定有一个造作的意 所以叫做故作意 施有时候故作意 那么施以业 已经 已经透过施 施意志作用 施以业 故作业必受报 那个业就比较重 通常是讲这样 好 那这里是 这里是就 这个五蕴里面 来说明 好 我们再往底下看 所以这里 比丘 所以他说 若所有事 比一切 明色 缘故 不管是 眼耳 鼻舌 生意 事有六事 那 六事 只是从六根里面 去了别 从眼根 乃至从义根 那义根 手了别的就是 眼耳鼻舌 生所收纳进来的 所以那个 那个叫做法成 过去的印象 未来的想象 反正这些 那么 这个 透过义根 再去聊别 所以有时候叫做 一义生事 又就叫义事 又被你这样了 好 那 我们再往底下看 那比丘白佛 善哉所说 欢喜 谁喜 那么更有所问 好 那么 现在这个 五蕴 讲完了 现在就讲所谓的 慰 患 离 慰 慰 离 那这里是简略的 就是前面 阿汉经都是这样 色受 想 行 是 那么 慰 就色慰 受慰 想慰 行慰 是慰 那么 患 一样 中间就省略 那么 受 受慰 就是 色 慰 慰 离 慰 慰 离 色慰 慰 离 然后受 也是慰 离 想 也是慰 离 行 也是慰 离 那么 是 也是慰 离 中间就省略 受 想 行 都是 有慰 慰 离 这个 我们稍微 知道一下 如果我们 画图的话 通常就是 很简单 上面是 色受 想 行 下面是 慰 慰 离 然后都有 色慰 色患 色离 我们写一下好了 那么 色受 想 行 识 色 受 那么讲得多一点就变成 苦极灭到 慰 患 离 就是变成 色受 想 行 识 然后 慰 患 他为什么 他为什么要 写这个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好像讲得太啰嗦了 一个一个讲 还不是都一样 那基本上有时候 他是在观 或是他讲详细 那么 色慰 色欢 色离 然后受慰 受欢 受离 享慰 享患 享离 基本上就是这样 行慰 行患 行礼 示慰 示患 示礼 基本上就是 慰 我们也可以这么写 慰有色受想形式 色受想形式 色慰 或是讲 色 受想形式 慰 我们用画图 用写的 色 然后受想形式 色慰 受慰 享慰 行慰 示慰 那就简单了 那么受也一样 那么 这个色慰 色受想形式 色受想形式 慰 慰 那么 色 色慰 受慰 那么 色慰 色慰 一样 色受想形式 一样是 色 色受想形式 那这个 那么慰 慰 离 那么通常都 像受 那底下就是 色 想 形式 想 就是色 受 形式 一样 都是慰 慰 离 那么慰 慰 就是慰 卓 我们先了解一下 慰 就是慰 卓 慰 卓 它主要是因为有浴滩 浴滩 那浴滩是 通常是这样 佛法 无名所赋 爱解 所欣 长夜 沦为 不知苦之 本尽 那基本上是 因为 有无名 跟贪爱 那贪爱 在我们这个世界来讲 主要是浴滩 贪爱有三种 浴滩 色滩 无色滩 但对我们来讲 我们的主要过患 我们的主要过患 是浴滩 那 所以 有时候从 无名讲 就是我见讲 有时候从 贪爱讲 那么 无名一定会引发贪爱 贪爱一定是由 无名而来 一定是这样 那么 但是实际造作业的 实际造作业的 是贪爱 是由贪爱 的力量 我们才去造业的 那 贪爱 当然是因由 无知而来 就是无名 我见而来 但是 去造业的 是有那个贪爱 所以贪爱是主要的因 贪爱是主要的因 那根本因 根本因是无名 但是 这个禁因 就是主要的因 是贪爱 所以 佛法有时候叫 就是从 调腐浴滩下手 所以我们说过 就是主要在调腐浴滩 像舍利佛 跟那些西方来的比 就说你们回去 如果 有人问你 你去你师父那边 学了什么 你怎么要 简单二要的回答 你应该回答他 我师父就叫我 调腐浴滩 怎么调腐浴滩 在五蕴中 调腐浴滩 因为所谓的浴滩 是我爱 我爱是由我 我爱就是爱我 我爱我所爱 由这个我 由这个我 对我 第一个当然是 希望我快乐 那避免我痛苦 然后扩生到我所 我的家庭 我的国家 我的民族 我的同事 我的公司 文的这些 我的动物 我的狗 我的猫 反正就一堆 我我所 那么我我所当然有两种 一种就是 设为我 受想形式就是我所 一种是 受想形式是我 跟我有关的 我的车子 我的房子 我的太太 我的先生 我的儿子 这一些都是我所 好 那么 烦恼最主要的是 从我爱 从我爱 动发 就是引发的 那我爱 根本原因是我剑 其实是这样 那你不管从 如果你从 你从我剑下手 那么你可以 官可以直接证悟我 那么是因为 你的我爱 已经贪保了 那么你戒定位 你已经具足了 通常是这样 我们说 我们说这个戒定位 佛法是这样的 佛法的修行 佛法的修行 从所谓的 五根五粒 根本来讲 信敬念定位 信 敬 应该是这样 信敬 定 会 然后这个会 这个会 从这个会底下开始分 这个会有肉会 无肉会 有肉的 无肉的 那么会 基本上就是文师修 会基本上就是文师修 文 有肉会是文师修 文 师修 无肉会是正 正所成会 这个是文所成 师所成 修所成 这个是正所成会 好 那么无肉会里面 那么基本上 就开始分 就是得无声了 出果 二果 三果 四果 类似像这样 那么 对还没有学习佛法来讲 又要信三宝的 十得人 就是反正就是 要从相信三宝开始 那么如果 如果你已经 具足这一些了 具足这一些 那么你 透过文师修 正 那么你 天文无我 一般来讲 如果这些 你都具足了 像舍利佛 穆建年 像释迦摩尼佛 那么这些都是 他还没出家 还没休闲以前 因为这些是 贡外道的 这些 这个有些是 出世间证件 就不贡外道 出世间的证件 然后世间证件 世间证件 然后当然这个都是 从文师修 也是一样 然后信 那么看你信到什么程度 所以信也有分好几种 养信 解信 正信 那么好 那么通常是先信三宝 通常是先信三宝 三宝有能力 可以解脱 有方法 可以解脱 可以让你达到 真正的解脱 三宝是 真实 究竟 彻底 无上的 那么 所以宝 有价值的 它实际 可以让你得解脱 那么它可以让你具足 解脱的 就是它有方法 让你具足 解脱 它能够让你得解脱 那么就是相信 这个三宝 那么戒跟定 通常这三个 通常这三个 是共事间的 通常这三个 是共事间的 戒定 佛罗门外道都有 虽然不彻底 但是都有 它也可以具足 它也可以有用 那会 会要看 有肉会 其实 有肉会 有一些 也是共事间的 但是基本上来讲 如果事间正见的话 那佛罗门外道 不一定有 它是部分部分 不究竟 不彻底 不完全 那无肉会 无肉会就不共事间 不共事间 不共的 不共事间 那有肉会 戒定会 信戒定会 如果这样来讲 有肉会的话 有共有不共 那信戒定 都有共有不共 有共有不共 那不一定 那比如说 比如说戒来讲 那么戒 佛法的戒 跟外道的戒 重点不一样 那定也一样 那比如说 它一样 这是共事间的 但如果外道 以定为涅槃 或是它重到最高的定 非想非非想 从佛法来讲 那么最高的定 反而障碍解脱 因为四禅八定 七一定 非想非非想 反而障碍解脱 那所以 初级大圣就发挥这种 就是说 其实不修深定 但是你修 但是 但是你真的要得解脱的话 还要退到 基本上是到四禅里面 比较容易解脱 那么你会很深的话 你未到地定就可以 那佛法是 它基本上是 在这个会 那但是 如果你这些 是已经具足了 比如说舍利无目见 还没有 大家设这一些 还没有遇见佛以前 他这些已经具足了 包括虚把陀螺 包括吴比丘 那么吴比丘 修苦行 苦行基本上是 苦行基本上是 重戒跟定的 但是 他比较重戒 他有定 所以他才能忍苦 那有一些 比如说瑜伽的 专门重定的 他也要有戒 没有戒 他也成不了定 他只是比重的问题而已 那么这一些 他们也要求解脱 他们相信有解脱 那么所以 就是有业有报 一般来讲 四种证 事先的事整证件 相信 有些不一定 有些这个还没具足 所以都有共有不共 跟外道 跟世间有共有不共 那这个是完全不共的 那无漏当然就是 一切贤圣界 无为法会有差别 这无漏当然就是 正无我 缘起 中道 世地 无我 基本上是这样的 那如果你像 释迦摩尼佛在普提树下 他就能够见缘起 那这表示 他这些已经具足了 他这些已经具足了 那么这个 有漏会部分 也部分具足了 所以从有漏到无漏 佛法从文师修到正 就是从有漏到无漏 像我们现在如果观无我 坐在那边观无我 色如巨墨 瘦如水泡 响如羊艳 行乳芭蕉 色如放花 那我们不是这样念 我们观的话 比如说我们打坐这样观 我们先观色如巨墨 就是想想我们这个身体 像这里讲四大吉 四大手造 那每一个四大地水佛风 都像一个脊尾这样 居居而前提 那一般叫做八万重生 你就开始观 那么一般来讲 四年处 它不这么讲 四年处的话 它就观三十二身份 毛 皮 爪 法尺 那每一个里面都有设法 就这样 四大 那么你就开始想 这些是四大所造的 就基居 那通常比如说 像我就比较常常观 我瘦的瘦 因为瘦是很明显的 你不管什么时候都有那个瘦 上身 身无印 不管什么时候都在 但是那个瘦就比较敏感 苦瘦 痒 热 闷 反正这些 那么你就开始观这个瘦 瘦如水泡 它是正确境界 比如说我现在闷的话 电风扇一吹就凉了 然后这种感觉 它就是瘦 那么这个瘦 你就发现 它这个瘦是怎么生起的 就好像那个水泡 你有一个水地掉下去 它就有一个刺激 它就寻找一个水泡 这个水泡一下子又没有了 那就不断地刺激 不断地形成 你就发现这个瘦 它真的就是这样 那你就慢慢观 那瘦 那么你这样观 你会发现到 它无常 那你慢慢再从无常进入无我 其实是这样 那它 你就要观得很仔细 不是这样想过去而已 那所以它 如果你 如果你这些都具足 你这样观的话 你就可以什么 你就可以证无我 那么如果你这样观 不能证无我 第一个就是 我们说过修行 有三个要点要掌握 正确 然后适合 第三个 纯守 这个是很重要 第一个当然要正确 你修行的法不正确 你怎么修都不能得解脱 这是不行的 就要正确 那佛法是正见的 所以要 重点要正见正思文 一定要有正见 然后正思文 那佛说的是正确的 可是你想的是不正确的 那也不行 你想的跟佛说的不一样 那这样不行 就是说 第一个它一定要正确 那么正确 因正确 我才会正确 然后第二个 就是要适合 就是说 你不适合有两种 一种就是 你没有去主 那你就是 你没有去主这一些 那你现在就是 你列起 就是列等 那你 你现在在一楼 你说一下子要跳上三楼 那个就是不适合 那还有就是 它本身不适合你 比如说 你的习惯 你适合修不进观 那你去修属习观 你就比较慢 那你的习惯适合修 修这个属习观 就是随习 就是出入习 那你去修不进观 你就修不容易成就 那你贪心重的人 你要修什么 称心重的人 比较适合修什么 那散乱重的人 比较适合修什么 那就是 它适合就是 你要能够 第一个能够增长 那能够对峙你的恶法 能够增长你的善法 那你如果修了很久 都不能有成就 那很可能就是 第一个你不具足 就好像 这个木头太湿了 那你一直用大火去烧 怎么烧烧不起来 你现在不要只是 用火去烧木头 你要先去把木头晒干 过一阵子 看在木头干了 然后你再用火去烧 然后它就会凿起来 类似像这样 那你不知道 你每天都用火去烧 烧到那个木头 黑黑的 它也不会凿起来 就是它没有办法产生作用 所以它第二个就是 你要适合 那如果你修行 修到一般 你发现障碍很重 就是你要修行很多障碍 当然有两点 一个就是你努力突破它 一个就是你先转个弯 放个幻象 就是它可能不适合你 或现在不适合 这个法本身不适合你 或是现在你修这个法不适合 意思是说 这个法是正确的 是可以的 但是就你本身来讲 就你个人本身来讲 它不适合你 或是就你现在的阶段来讲 它不适合你 所以这个时候 你自己要看 因为不一定 就好像这个药 它本身是没有错 但你的体质不适合吃什么 这个药是自治种病的没有错 但你的体质不适合吃这个 或是你除了吃这个之外 你还要加什么药 类似像这样 所以在修行的过程中 要不断地观察 观察自己 然后发现到 障碍太多了 那我们就先停下来 那么比如说 好 举个例来讲 有些人打坐 那打坐每次都会有 比如说有几种现象 比如说有灵动 会灵动 那灵动的话 如果你没有办法调伏的话 那基本上 它主要是有几种 一个就是你的心 一个是你的眼 它有可能会造成 你的身体不自主地动 那么如果你运动方法 你叫它不要动 它还是动 那如果你没办法 这个时候先不要打坐 就先不要打坐 那么不打坐可以吗 可以就精醒 就先精醒 就是比较 比如说一般 精醒愿坐 精醒愿坐 它是互相配合的 那么如果你容易 容易灵动的话 那么你就打坐的时间就少 开始灵动了 你就不要坐 你就起来 就起来 那观察这个身体 观察这个身体 或是先静下来 那么这是一种 那不行的话 不行的话 你就先不要坐 比如说像你持坐 有些人持坐 会见到 会感觉跟鬼神感觉 会见到一些种种的境界 你就不要持了 你不要坚持 要持这个坐 吃这个药会有过敏 会有不正当的反应 那么当然有一些不是 有一些叫做 这个晕现反应 就是说它 它其实是身体的反应而已 那么就是你身体的晕 它反应 它过了就好了 但有一些不是 有一些就是它不好的反应 你就不要再继续 所以你要常常观察 这个身心的变化 那么来做适当的调整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么一旦 一旦发现它是正确跟适合的 接下来就相续就好了 就纯守 你就不断练 不断练 那么当然 你不适合 有可能就是 你的所谓的八正道 戒不去主 信不去主 戒不去主 定不去主 会不去主 那你就没有办法 你这个时候 你要先修戒 先持戒 那戒去主了 你定不去主 它没办法 因为定要引发会 那戒才无忧悔 那么如果你的障碍非常多 障碍 外在的障碍 身体的障碍 内心 如果内心烦恼多 那个是有可能 戒跟定都有 那定 定就是散乱 通常定所调伏的烦恼 主要比较细的 就是散乱 跟 跟 分层 主要是这两个 就是你 因为你分层 你那个观不成就 散乱 你那个止不成就 就止观而已 他要止观 才能修成会 那么你散乱的话 你就不能专注于意 就是不能都射六宫 你散乱的话 你那个烦恼不止 散乱是什么 妄想纷飞 想很多 只要不是你所缘的 比如说你观呼吸 那呼吸 它就是 知呼吸长 知呼吸短 知呼吸长 知呼吸短 在呼吸长短之外的 所有想法 都是散乱 就除了知长知短 之外 所有的想法 你想到这个 想到这个 想到这个 怎么这么闷 怎么想到这个 哎呀 这个今天身体不太好 等一下我有什么事要做 反正会想很多 你止不下来 我们叫做妄想 妄想分飞 那么观就是 你分层 你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做 觉察 观察的动作 那这样 他不成就 他的会不成就 没有办法 那么 子不成就 观不成就 那 所以 通常 通常 如果你 你 第一点要先正确 那 但是大部分的 我们大部分的佛教徒 修行的方法 并不怎么正确 那不正确的原因是因为 你所信的佛法 跟佛所说的佛法 有很大的落差 很大的距离 有很大的落差 主要是这样 那就是因不对 那么所以 这个佛法里面 他通常就是这样的一个次第 那如比说 为什么 有些人说 无我 他关一关 他就成就了 那为什么我们关不成就 你这些没有具足 信界定位还没有具足 所以 从三宝 什么是三宝 什么是佛 什么是法 什么是神 从这些认识起 那 那 认识了之后 相信了之后 那么佛说的法是什么 就法 法 什么是法 那 我们最常见的两个 所以你看 你看是这样的 他是这样的 正出国断身见 这是入圣流 入圣流 就由反到圣 这个是真正的超度 超越生死 就是超越 超越 超越 超越烦恼 解脱生死 一般就是超越浴滩 经典里面常常讲 超越 超越浴滩 那么 那么 度脱生死 那 超越就是 不再受他欺负 不为魔夫 不为魔性 那么出国断三结 我们来看 断三结 所以入圣流 一切贤圣 皆与无为法而有差别 皆与无为法而有差别 无为法就是 不生不灭法 那么就是见到无生法 那么基本上就是缘起 就是见缘起 那么 你有没有见缘起 那么缘起就是无我 缘起是无自信 通常是这样 缘起就是无自信 无自信 就是无我 那无我 大圣 它基本上就是空 那么缘起 就是中当 那无我 它基本上是 不依不意 不来不去 不长不断的 通常是这样 缘起 它基本上就是中当 那展开来 它就是四地 所以佛法的核心 它就是缘起 中到四地无我 好 等于我们再来讲这个 那出果 出果 你一般来讲 断身见 身见 一般我们说 叫做撒迦也见 那我见 通常有两种 一种叫做 身见 撒迦也见 一种叫做 古特杰柔我见 另外有两种说法 一种就是 分别我见 一种叫做巨生我见 好 那我们先不管 就是以五蕴为我 而身见 那么这个身见 要断身见 必定要断两个 借进去 其实它是有刺激的 断身见 你就入身流 但是你要断身见 你必得要断 借进去 跟什么 疑 那借进去 就是法说非法 非因既因 非果既果 就是 这样的修行方法 不正确 那么这样的境界 并不是解脱 就是 借进去主要是 非因既因 非果既果 因 就是 你这样的修行方法 并不能得解脱 因为你有这个因 因是什么 因是修行 是修行方法 或是你的修行观念 你有这个观念 之为因 然后果是什么 果是 你依 依这个修行 依这个法 依法修行 而得到的境界 得到的功德 殊胜 得到的殊胜功德 那这些 就是公外道的 都有 比如说你有 定 清安喜乐 寻世喜乐一心 出展五支功德 那这个是公外道的 这是有的 那么你要得出展 那你正确的方法 修 有很多种方法 四十夜处都可以 青黄赤白 出入戏 不经观都可以 那么 持心观都可以 那么你关了 这个方法正确了之后 那么你开始修 得到出展 那这个就是果 得出展为果 那么以这些方法为因 那你有真上身心 你想要 你有这个想要 得定的心 然后这个观念 那你知道这个方法 你依之修行 这个叫做因果关心 那么非因 基因就是 你这样的方法 比如说解脱 我们要入圣流 入圣流 基本上 你一定要断身界 那么你的方法是错误的 这样的修行方法 或这样的观念 并不是佛法 但是你却认为 这样的修行观念 是佛法 那么这样的观念 就即使你最后 正得了这样的境界 但是你并没有断身界 那这个是 所谓的非因 就是说 你的修行的方法 跟观念是错误的 非因即因 非果即果 你所得到的境界 并不是解脱的境界 所以有外道涅槃 那他以出禅 二禅 三禅 四禅为涅槃 以见到这个正常心 为觉悟 这个佛法来讲 这个叫做非果即果 那么 非因即因 非果即果 这个没有断的话 它是不能断身界的 那么你 你没有错误的观念 但是你也没有正确的观念 仪是对什么有意义 对四弟有意义 四弟是苦极灭道 苦 苦的原因 苦因 苦因你不是很清楚 灭 灭是灭苦因 灭苦果 道是灭苦的方法 灭苦之道 道是灭苦之道 灭是苦灭 这个苦已经灭了 好 那么你灭苦之道 方法 不正确 你不是 就是说 你不是很清楚 你虽然没有错误的 你虽然没有错误的 观念跟修行方法 一般人 不修行 他也没有 一般人不修行 他也没有 非因即因非果即果 他根本就不修行 他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也没有正确的方法 没有对苦极灭道的 这样的一个刺定 一个方法 你不了解 不熟悉 或是你的了解不正确 那你也不熟悉 不深入 那么所以 你也没有办法断身权 那你没有办法断身权 所以你即使坐在那边 管五蕴无常 你的五蕴无常 是嘴巴讲的无常 不是你真的认识到的无常 那你没有真正的 真正的这样的智慧 那么去理解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说 你虽然正确 但是你的智慧 你没有戒 没有定 所以你的智慧 一直在有肉慧的阶段 你没有定 你没有办法引发五肉慧 最低最低要有味道地定 就久住心的阶段 我们叫做等词 内住 续住 安住 进住 调福 那么最急调福 专注于去等词 那么你至少要到味道地定 你才能够引发五肉慧 那个心才有力量 因为散乱的心 散乱的心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那个引发五肉慧 那么至少要到等词 专注 那么心专注的阶段 那么在过去就是出产 就是定 这个以前都不叫做定 所以叫做味道地定 还没到 还没到定 有定的阶段 但是接近了 那么至少要到这个阶段 所以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不能说 我这样随便想一想 我就正无我了 没有 那么就是你可能没有定 那定修不起来 可能你的戒不清净 所以这个佛的弟子 弥西尊者 那么自己要去修 怎么修 没办法 后来佛说 要先执其见 敬其见 先执其见 敬其见 然后修四念处 你看 他就是这么说的 先执其见 观念要先正确 要正见 敬其见 然后修四念处 四念处就有定有慧 观身这一部分 基本上就定 定位都有具足 但是四念处以慧为体 然后修四念处 基本上这个就在讲一个修行次第 那么四念处 或是八正道也可以 对虚拔陀罗说 因为虚拔陀罗要入灭之前 问佛 他第一句问就是 外道 因为他120岁了 佛要入灭 他才去 我一直好奇 虚拔陀罗到底是听了什么 那么快就正好 但是经典里面也没有讲很清楚 但是他大概有这样 他说说 他第一个问题就是 六四外道 到底有没有人可以得解脱的 因为大家 因为六四外道 各个都自称得解脱 他一个疑问就是 那六四外道 富罗那这些人也都很厉害 他有界有定有慧 就一般人看 他是有界有定有慧 但是他的慧不是佛法的 这个苏世间证件 他可能也有某部分的世间证件 但大部分有些是没有的 像布兰娜 没有善 没有饿 没有业 没有报 但是他们基本上 也有界 也有定 所以他就很好奇 就问 六四外道里面 有没有得解脱的 佛罗说 只有佛法里面有八正道 才讲八正道 八正道才能得解脱 离了八正道 不能得解脱 他第一个是问这个 这个其实也是 就是说我们要看我们 有没有正见 有没有正思维 有没有正见 有没有正思维 从你的生活方式 生活习惯可以看出来 有没有正与正业正面 其实就可以看出来 你的心正念正定 后来就强调 当有了之后就强调 当你这个已经有了之后 所以你看八正道 正见正思维 正见正思维 然后在日常上 正见正思维 渗透到生活里面 正与正业正面 之后 这个是先有会 世间的正见 初世间的正见 然后修行 之后才什么 正经进正念正定 正经进正念正定 然后再依正定 有了原来的正见 再依正定 依原来的正见 稳固了 正见正思维稳固 那么就引发五六会 得初世间正见 那气是这样的 就引发五六会 那么得初世间正见 那么这个时候 假设你这个都具足了 这个时候你正经进正念正定 你官无我 你可以 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得解脱 可以正出果 二果 三果 四果 假设没有 你正经进正念正定 你那一官都不成 那表示 你这个地方还不足 你要回头过来修这个 那如果你障碍非常多 非常多的障碍 那你可能就是 要修忏悔法 那忏悔就是 两个观念 一个认错 一个改过 表示说 你的漏洞太多了 你先要找漏洞 就是说 很简单嘛 你就是 你家需要水 每天都要水 你挑很多水来 每天很辛苦 用十个时间 用五到六个小时 去挑水 那怎么挑怎么挑 水都不会满 你每天要等它满起来 每天一早 我不是挑了两桶吗 现在怎么早上起来 剩下一桶 那一定是怎么样 要不是你喝掉 有人喝掉 就是漏掉了 一定是这样的 那你一定要看 你一定要看 到底是哪里有漏 你要去查那个漏的地方 那表示说 你没有办法煮 没有办法满 没有办法圆满 就是你怎么修 人家这样修就成就 为什么你这样修不成就 我弟子也很多是这样的 有的这样一想 就正出国了 你看那个 所以我常常在想这个道理 你看那个耶稣 遇见佛 我讲一讲 也没有几天就正阿罗汉 回去找他的叔叔 伯伯 阿姨 姐姐 弟弟 妹妹来 全部正阿罗汉 五个人找五十个来 五十个人全部正阿罗汉 三家社的一千人 地址有一千人 把他们不包括进去 包括进去有没有 其实都大概 有一千个人 三家社 丢罗 平罗家社 带着 带着他们两个弟弟 一起归依佛 那三家社解脱之后 他的弟子全部都得解脱 那这些是因为 他们本来就有这些 界定 界定会本身就具足 所以当佛说法的时候 他很快 很快就容易 但有些是过去生 他就具足了 有些的障碍是 这一生自己造的 有些是过去生 他已经累积成障碍了 那你发现到 你在修行都有障碍 或是你用比别人大的火 用比别人大的心力 可是得到了成就 比别人少 那么有可能有两种原因 一种原因就是 你的心太急 像二十一儿 二十一儿也是这样 他比别人用功 但是别人都成功了 他还没成功 心太急 那个止妄想太多 阿纳利也是这样 阿纳利 阿纳利那么用功 但是他的慢心重 就是他有的障碍 他没去 他没看到他的障碍 这个都需要善知识 他说我的天眼第一 没有人比我厉害 我这么用功 我这么精进 很少人像我这么精进 但是为什么我还不能成就 那舍利弗知道 就是跟他讲 阿纳利 当你想 我的天眼第一的时候 你的慢心就升起来 当你想 为什么我这么用功 我还不能解决的时候 你的环绕心就升起来 这个就障碍 有一个就是 你自己的心不对 你的心不对 你没有察觉到 第二个就是 你真的有障碍 像周历盘托姐 周历盘托姐那个就是 他已经具足 但是他因为 他造了一个障碍他自己 所以他这个时候 他必须要忏悔 忏悔 忏悔不是只是口头上的忏悔 宽悔就是认错跟改过 那佛陀怎么叫他 就是去除他的业障 他是一慢心 慢心障碍他自己的 佛陀就要消除他的慢心 怎么消除他的慢心 叫他去负责打扫 工作都给他做 然后比丘脱拨回来 他还要去帮比丘洗脚 你看 就是用这样调伏他的慢心 那我们调伏慢心的方法 通常是拜佛 可是 大部分的人拜了佛 也没有调伏慢心 只有在佛前不慢而已 离了佛之后就很佛慢 那这样也不行 这样没办法 这样没有办法得到 拜佛的功德 那畅悔也一样 畅悔也就是 跟着大家念 到底消了哪些罪 犯了哪些罪 也不知道 拜完一部参 只是觉得 哇 好轻松 好殊胜 也不知道殊胜在哪里 都这样 我不会骗你 我也拜过 我怎么不知道 我以前常常拜八十八佛 那么也觉得很好 就觉得通体舒畅 好像业障消了很多 这个只是感觉 而且 你要消业障 问题是 那么 过去的 过去造业的心不再有 那未来不再会造业 那 好啦 你去挑水来了 哇 水看到很满 很欢喜 对不对 明天你起来 就漏到没有了 为什么 又造业了 因为你都不晓得 你是因为什么有业障的 那你怎么样可以出去业障呢 对不对 就好像 你都不晓得 你的毒就在水里面 你吃了要感觉好一点 明天喝水 不是又中毒 对不对 那所以 这种东西就是说 不管我们拜颤 念佛 诵经 诵咒 然后种种的修行 基本上我们都要知道 它是要成就什么 要对峙什么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们修行 那么为什么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增上 那么有很多部分是因为 第一个 你有障碍 那你要去除那个障碍 还有一部分就是 你内在的功德没有拒组 你要先拒组这些功德 所以你要退下来 先修戒修定 像我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 我好像有一些障碍 所以我就退下来修福报 真的 福报不具足 所以福报不具足就是 那个力量不足 力量不足 那 你就是知道 就在前面 你就怕不够了 你就没法度 你眼睛坚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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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在知道在那里 我就走不到 走一走一走 脚就稳了 你就没法度了 所以这个时候 不要继续走 先下来养足身体 练好腿 再走 就是这样 那有一种是 有一种不是 有一种就是有障碍 那你怎么找 怎么跑就跑 你要先把障碍的山移掉 如果它是一条河 你要先架一条桥 你不要说我跳进去 有被淹死人 又吐又跳上来 跳一跳去不是办法 所以 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候 修行的时候 要观察 那为什么有些人 这样观就可以 有些人不可以 不可以就表示你有两种 一种就是你有障碍 一种就是你内在的功德 不具足 那这个时候 你不要 就坚持要这样修 就是你要先 先具足这些功德 那么再来 就是安定的 安稳的往前进 这样才是办法 那你不要说 为什么它就可以 我就不可以 人家以前有修 你没修吗 所以你现在要补回来 你先下课 我先下课 你先下课 我先下课